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富商半年不归 就寻村中有声望的人劝富商妻子改嫁 在没人不断地游说下 富商妻子下嫁宗教士 一年多后 富商落魄地回到村子 见妻子改嫁非常愤怒 拿了棍子不由分说就暴打宗教士 宗教师的腿脚被富商打断 妻子见富商归家 非常羞愧 宗教师被打断腿后 每日郁闷在心 他想自己只是见富商失踪 不知生死 生起照顾富商妻子的想法 采取他 怎么却落得这个下场 数月后 宗教师因每日郁闷在心 机遇成疾死去了 后来 富商妻子生下一子 富商妻子被富商认定不忠于他 在他生亡孩子后 另举小妾进门 十多年后 富商妻子死去 含怨儿死的妻子 每晚来到富商床前掐他脖子 富商每夜经过 直到天明妻子鬼魂离开 才一身冷汗的惊喜 不足一年 富商也死了 富商妻子第二次 投胎为俊秀男子 成年长大遇到转世 投胎为女子的宗教师 两人互生好感 结为夫妻 婚后夫妻感情和睦 村中有一贵族男子 富商投胎 垂涎女子美色 想方设法让男子到他家成为长工 后来 富商趁女子丈夫到外地替他收钱时 如无非礼女子 女子被富商 数次非礼 悲痛万分 却不敢告诉丈夫 一次 丈夫提早归家 却发现妻子与富商的丑事 碍于富商权势 不敢生伤的丈夫躲在暗处流泪 心中起了杀意 丈夫命妻子每日在富商餐食下毒 半年后 富商死亡 死掉的富商知道是男子下毒害命 就附身在男子身上 令他失足投合死亡 死了丈夫的妻子 每日哭泣 不久也精神失常 投合自己 几世轮回相遇 已轮为畜生到众生 富商堕落成为狗 几世恶口怒骂 极见美色情受试的果报 宗教师及富商妻子 死于水里 转世投胎 变美无归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零八复八复十九 答 不要这辈子见谁好看就以为我和他有缘分 有缘分不是一件好事情 只是过去生的缘没有化解掉 这辈子继续沉沦沦沦沦相报何时了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因果 这个富商投胎 那个宗教师投胎 搞都搞不清楚 被你害死了就能在梦中搞你 每一步都要知因得果才不会沦为畜生 你看他们最后都没好结果 一个投了狗 两个投了乌龟 真的很可怜 在人间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三思而行 对不起 你们太好了 那还是怎么来得 bö 我们改变了 你不再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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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